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他们留下了无数的珍宝 记录着这座城市曾经的文化 我从小时就把它当枕头用 有事还掉在床底下了 碰坏了 我说是黄梅来的 这是黄梅挑花 这是当时这个文语那个侯金 清代的吧 这个东西我摁过相当贵重的 里面看那个破的 我看顾目博管的 别死不去 这这个破的 顾目博管的 这是竹竿雕 五龙细竹 看起来很酥 小心悦目吧 好了 我们现在从海选现场回到了 鉴定厅的大门口 大家知道这是一扇幸运之门 从这扇门进入的50位藏友 将可以有机会跟我们的专家 进行面对面的交流 我们将从这中间选出12件候选的 黄刚民间国报 我们现在进鉴定厅去看一看 穿过寻宝的大门 我们现在进入了黄刚的寻宝鉴定厅 我们的四位专家都已经就座了 突然发现我穿的跟专家很像 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四位鉴定专家 金允昌 书法鉴定专家 故宫博物院赋言周永 蔡国生 杂相鉴定专家 上海市文博赋言周永 金生 铜器和福相鉴定专家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邱小军 古陶瓷鉴定专家 好了 我们马上开始我们四对一的鉴定 有请第一位幸运的黄刚藏友 这件东西是你买的还是家传的 这个是我亲戚家的 它是买的 您认为这是什么年代的呢 这个是清代初期的 何以见得呢 我伯伯说的 还买的 这个器型叫锥瓣瓶 有的人叫胆瓶 你没发现 这是已经锯过口的了 你看 这个青花的这边 眼睛上面还有花纹 画意已经不全了 下面的宣折款是寄托款 这属于晚清的 从它的绘画 青花的表现是属于同志光绪时期 这个混合内容挺好 牡丹和凤凰几圈梅 全是吉祥的 吉祥啊 尽管有点缺陷 还是这么大件保存下来也不容易 还是个宝贝 但是它上面原来那口磕了 它就把它锯掉了 最大一件 价格影响很大 要不然就更值钱 对对对 就包约金口 好 谢谢您 好 我们有请下一位藏友吕建 来 有请吕建 你好 你好 今天31岁是一位公务员 具体是做 财政的 财政方面的 今天带来的这件宝贝 是从文物商店淘来的一幅字画 简陋的吧 简陋的 老板的这件产品 好像不是很赞 没感觉 没感觉 后来是花了六百块钱 六百块钱 从来有四年了 我看你在档上写的是 你其实对你喜欢的每一件产品 都会做深入的研究 有一点点 所以经过四年的研究 你确定你是花了六百块钱 简的陋 感觉这就是简陋 这是你第一次简陋吗 是 第一次 所以只要待会专家给你一肯定 你就出来给我唱黄梅戏 好吧 那我等你好不好 不管怎么样 祝你好运好不好 好 来来 再见 是谁画的 杨继 杨继 是在文物店淘的 您为什么要买这张画呢 我觉得这个画画的比较好 恐怕还因为它上面的图章 图章刚开始还看不懂 哈哈哈哈 后来在好 对对对 这张画呢 它的款子是杨进 杨进是王世古的大弟子 经常给他的老师代笔 也一起画过这个康熙南巡图啊 这在清朝的画史上是很有名的人物 但是呢 我应该很遗憾的告诉您呢 您这个画呢 跟它的水平和风格呀 都还有一定的差距 我想这个画呢 迷惑人之处呢 就在于这两个图章 一个玉书房 一看 这是宫里的东西 一个天籁阁 这是明代大收藏家 向元变的东西 而且这已经矛盾了 这个杨进的画 怎么能盖有向元变的图章呢 所以呢 这张画呢 是一个房品 或者说呢 是一个过去所造的这种礼品画 好吧 谢谢您来到我们节目 在这边 不要老看监视器 里面发生的情况 我们都知道 你还记得你刚才进去的时候 怎么答应我的吗 如果是真的唱黄绵戏 是假的 你想唱什么 什么都不想唱 有点难过 还好 本来花钱也不多 这是给我一个深刻的教训 什么教训 新朝的东西 盖到明朝的当中 很矛盾 俗话说春线长一致 下次捡料的时候 还敢来寻宝吗 敢来 真的 一言为定 下次再走进房间海白 谢谢 谢谢李健 参与我们的节目 继续努力 您对您这两件童戏有什么认识吗 这个行业 它是九戏 从温室 和它的命运 两行楼子 在地部 是上晚戏 上晚戏 最近是东汉 东汉 您是从什么地方得到的呀 我们这个黄州 三十公里 和里巴沙挖出来的 和里巴沙挖出来的 您亲自探着挖出来的 不是 听说的 不是 挖了以后 这个东西 它要取得一下 您听说了 您就把它买下来了 是这个意思吧 买得贵吗 五年一千的话 你花了两千块 这应该是一个现代的防品 首先它这气型 那种气型就没见过 您看它的花纹的纹饰 都很生硬 像这些绿秀 也都是人为的作秀 所以这是一个现代的 一个还不能说是高法 它只能为异道 这个铜镜也是一样 是西王母的画像镜 但是呢 这个纹饰很僵板 声音太清脆 手感太沉重 因此这件 也是一个现代工艺品 我提醒您 注意一个问题 搞收藏的人中间呢 流行着一个词 叫做讲故事 这个东西呢 不能轻信 特效以后 我发现 这是个陋区 对 谢谢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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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堂友 看来您的这个古宴的收藏 已经很具规模了 很喜欢 这个都是在当地收到的 还是全国各地收到的 固定 那么这里边您最得意的是哪方呢 有苏氏款的 苏氏款 东西都是真的 但是苏氏款呢 是假的 这个苏氏 对于燕 他是很有研究的一个人 你这块燕 是清代的燕 而且呢 这块是水坑断燕 怪不得呢 有人呢 把苏氏用盐的一些句啊 刻在上面 因为玩燕的人呢 都很尊敬东坡 觉得东坡是懂燕的 那么至于其他的 都是宋燕 唐燕 五代燕 那么先恭喜你 若伟 好 燕台上出现了苏东坡的大名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要好好的给大家讲一讲 东坡文化了 苏氏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文学家 艺术家唐宋八大家之一 公元1080年 他因乌台试案而被贬至黄州 也就是今天的黄港 因在东坡之上耕作 他就给自己取了一个号 叫东坡居士 在黄州期间 苏东坡泛州江上 游览赤壁 写下了前后赤壁妇和 绿奴交赤壁怀骨 这样的千古名篇 不幸的贬折 成就了苏东坡 永载史册的诗文 不仅为后世留下了 深远影响的东坡文化 也使黄州名流千古 最执着的藏酒 四十来年 所有楼是多岐 方子歪广 子不齐就歪广 我就来这个东坡 来这个问题 最前卫的专家 这在过去美国开办 有一万多美金以上 最真实的表达 我代表黄岗社长爱好者 感谢你们 感谢黄岗 这对结果出人意料 年风浅嘛 跟你差不多 身体比你还轻 年质 真品赝品 力见分晓 给您入围了 谢谢 好的 有请下一位参加 王文如老师 今年54岁 是一位公务员 您好 给我们说上您的宝贝 很漂亮这个颜色 是达民红织年的 叫朋友 怎么得来的 我二十年前 一手短 想想 我们是走向贪腐 在老百姓家里 看到有好东西 就把它花了 十千六百块钱 您是对 只有这十块钱 对啊 那您什么样的勇气和自信 让您 这是这个癌后嘛 五万 五万就是好玩 你看 这么好看啊 当时在每个月的工资 只有几十块钱的时候 对 花四千六来玩 这玩的比较大呀 有一定的底策就是 嗯 今天这些好的朋友 看我这个东西 有几个地方的 拍卖东西 都希望我 到他来地方去拍卖 有没有人给您 这个 出个价 说 多少 一个人 他出了十万 十万 另外还有一个 看到我 自保价是一百五十万 您的自保价是一百五十万 他说 你不要买到别的地方去了 我跟你联系一个朋友 一百万 但是真正的 我还是不想买它 就算待会儿 专家给更高的肯定 您都会把它留下来 对 那有人出两百万呢 两百万也不买 三百万 三百万也不买 四百万 四百万不买 五百万 五百万 我就睡不着了 那就得考虑 那就得考虑考虑了 那就得考虑考虑 好的 好好跟我们专家交流一下 好不好 没问题 没问题 能够承受 谢谢王老师 来 这边有请 您觉得这件东西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东西非常好 非常好 大面红制年 红制的 对 红制时期 目前没看过这种竹节性的茶叶桶 你这个刻花黄柚和红制是完全不一样的 红制的黄柚是机油黄 最为名称的 那么你这个黄柚已经降 显得臃肿的 就黄的颜色也不对 另外底下那个款更不对 应该是现代一个低略的房品 近代的 现代近代的房品 你买的贵吗 买的四千多块钱 四千多也不便宜了 教训吧 您算交学费了 应该去掉一个零差不多 对 交学费了 这是什么呀 这是黄梅飘花 听说过的 这个是我奶奶的妈妈 我们那就是很多陪家的东西 现在你还会做吗 当然这个东西现在是没有了 没人做了 对 没人做了 中央人民大会堂 那湖北厅 挂了就是挂了这个湖北 是是是 很雅致的 对很漂亮 现在是不是列入非物质文化一趟了 对对对 跟旁边戏一样有名 这地方特色 地方特色 现在很小了 但是落尾就落尾了 也好几十年了 仲在于参与了 对对 从什么地方得到的呀 最近一直来的 您觉得这是谁画的 那么就不清楚了 乍一看呢 这个画很厉害 板桥 而且下边呢 带着一个图章 是正谢 那么呢 也就是说 清代扬州八怪之一的 画竹能手 正板桥 是吧 那么就应该是很珍贵的画 可是呢 如果把板桥这款 盖起来 您看这边写着 岁在于丑年春月写 下边盖着一个图章 谢 姓谢的谢 又说这个画呢 是一个姓谢的人画的 这是怎么回事呢 说这张画呢 本来是啊 民国时期 一个姓谢的人画的墨竹 他这个纸墨 不到正板桥那个年代 就是乾隆年代 画的也还可以 但是呢 有人得到这张画以后呢 觉得他名气不够大 就在后边加了两个字 这个在我们鉴定上呢 叫做后添款 但是他添了这个款以后呢 他忘了把这个图章挖去了 所以呢 就一张画上有两个图章 所以这就是他矛盾的地方 我们认为呢 您这张画还是老的 但是呢 他不是那位鼎鼎大名的正板桥 对于喜欢正板桥的藏友来说 收到了赝品 当然会非常的遗憾 不过这中间 究竟还有什么样的误区 需要我们注意呢 我们一起通过一个短片 来了解一下 清代扬州八怪代表人物之一的正板桥 老年靠卖画为生 1759年 他在扬州西方寺前 那十杯爆出了自己的画架 大幅六两 中幅四两 小幅二两 收条对联一两 扇子斗方五千 按当时的价格换算 正板桥的一件大幅作品 能够购买一亩良田 由此可见 当年他的作品就相当值钱 目前留存下来的正板桥作品 凤毛麟角 偶尔在拍卖会上能够见到 他的作品大多以竹子为题材 价位都在一百万元以上 2008年 北京汉海拍卖了一幅双松图 25平尺 成交价694万元 2009年 北京加德拍卖一幅蓝竹图 10平时 成交价为112万元 正板桥的书画从清代开始就有房品 这类房品 由于年代久远 绘画有一定水平 所以还是有一定的收藏价值 市场价位一般在几千元到几万元之间 目前市场上大量存在的是近现代的房品 这些房品几乎没有投资和收藏的价值 现在的东坡赤壁呢 就相当的热闹了 我们在周末的时光来到了黄刚 我们可以看见黄刚的藏友 把家里的宝贝都拿出来了 我们来看一看大家是如何来介绍自己的宝贝 从1月3过来了 后来晚上就到了 当然 现在我们要请来的这位藏友呢 刚才大家在海险现场已经认识他了 有请丁战丁老师 丁老师今天带来的是一个青铜尊 我已经收藏40多年了 我认为他是上周时期 上周时期 应该是国宝 应该是国宝 之前跟专家有过交流吗 其他专家 有过交流 南南我都上海都去过 南京也去过 结论 这也是真东西 好东西啊 那今天是让我们专家再帮您看一看 好吗 好嘞 好了谢谢丁老师 来这边有请 这是您什么时候收的呀 总看下来的 我就穿过这个我够收上 穿了几代了 我不知道我家的几代 穿到我身我就留下了 我认为是上周时期的吧 上周的 对 这个造型应该是上代晚期的 但是呢 我们看他这个陶贴纹啊 比较呆板 闻是不够生动 像这些绣啊 也都是人为的作绣 像这里这个胎啊 什么都很不好 这是一个防品 这个他用的是淘饭 下面有饭丁的 还不是像在这个塑胶番磨做的 也有一定的年份 但是肯定是不到袋的 好吧 听了 没事吧 这个还是不到袋 我都从这个监视器都看见了 也不是 您就收藏了四十多年 但专家觉得它是防品 您这心情 不要紧不要紧 我心情好的 自己动意 自己有收 还是有收的 不要饮的 好的 谢谢丁了参加我们的节目 这跟咱们黄港有点关系啊 这是我父亲收藏的 然后他收藏了二十多年的 他很喜欢是不是 对 因为这个东坡赤壁 就在咱们黄港 对 对 对 什么时代的呢 它的款是大名加进的 但是我觉得它应该是清康熙的 说的很对 清代康熙的 右面呢和青花的颜料呢都符合康熙时代特点 可惜呢就是有残伤 很遗憾 我想问一下那个底下的它的落款呢 管承子 这几个字是代表什么 管承子啊实际上是笔的代称 是因为它有个笔管嘛 所以这毛笔是封在管承 叫管承喉 又叫管承子 所以呢 我估计这个是这个写字的人呢 他的一种戏称 因为这个笔筒是放毛笔的 所以呢 他把自己起个笔名叫管承子 那个厚齿笔腹上面有一点红 幼里红的那点东西是什么 银手张 银手张 谢谢专家 你到哪了 应该这样拿 你现在这样拿 因为像牙护板呢 明代的 这个东西呢 有个好处 一般现在市场上所看到的 这些明代的皂纹呢 都给他表皮啊 给他处理过 为什么呢 他上下 或者这个脚啊 边呢 都磕磕蹦蹦了 你这个呢 是原品 明朝早期还是中期 应该还是明代中期的 中期 或者中后期 上朝的时候 写一点上朝的 要奏的 地势板吧 好吧 谢谢 本法纲目 李时珍是咱们黄港的香咸 也是世界文明的大医药学家 这套书是您祖传的吗 祖传的 祖传的 对 传了很多代了 十几代吧 甚至十四年 明朝初年了 很不错的版本 都是全的 那真不容易 华涵四十八车 那真不容易 52转 这套东西很有代表性 这个版本 是张 包括它上面的 排版的文字 一看就清楚了 上面 著名了 是顺字丁友 更加 正式了这本东西 是清代初期的 这套东西呢 应该是可圈可点 可保存 价值量也是不菲的 可惜的话呢 这个就是的品项少少 差了一点 我们孙宝来到黄港 能见到李时珍的这部大著 我们非常有幸 李时珍 我国明代著名的医药学家 自东地 好平湖 1518年 出生于湖北齐州 也就是现在的 黄港市 齐春县 齐州镇 本草纲目一书 是他以毕生经历 亲历实践 广收博彩 实际考察 对本草学进行了 全面的整理总结 历史二十九年编程 全书五十二卷 共有一百九十多药字 分成六十类 记载了一千八百九十二种药物 并附有一万一千多个药方 是及我国十六世纪以前 药学成就之大成 文草纲目不仅在药学方面 有巨大成就 在化学 力质 天文等方面 都有突出贡献 被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称为 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 来我们有请下一位藏友方东志先生 你好方先生 你好 哎呦很漂亮的青花瓷砖啊 刚才在海选现场 说您这个从小就把它当枕头 在用啊 从我的父母亲就在用的 我的老婆 来用这个东西枕头 您就把太太的心爱之物拿来鉴定 她答应吗 她过来了 是吗 那就这要鉴定成国保了 她还敢拿它睡吗 拿看转家木石 她穿水子 有的夹子 那这肯定不能 一个水子 走船的 走船的 母亲小时候当枕头枕 一直传下来的 对 它是清代的 因为瓷砖呢 晚明一直到清初啊 装在这个床的栏板上 和这个椅子上面经常装饰的 你这个东西呢 也是装饰在木质家 家具上面的 有这个损的 这个清花的绘画呢 也是晚清的表现 道光是个表现 这个东西 在失眠很少 少是少 对 150年了 好好保存吧 谢谢张先生 怎么样方先生 我听见了 说您睡的这个枕头 已经有150岁了 对 东西是个好东西 你回答我一个简单的问题 回家是接着 让老婆把她当枕头去 还是把她好好的收藏 实话是说 实话是说 这口气再不能争 再学那个面枕头 对 这是好宝贝 把她传下去 谢谢方先生 参加我们新报 谢谢 来这边休息一下 您对这项自己有什么认识吗 上面有个名款 是嘉靖的 嘉靖12年 款是后刻上去的 不可能 嘉靖皇帝迷恋道教 武当山就是玄武大帝的道场 这个里面怎么还有金水 这个还不是六金 它属于七金 是冷金 它是用那个七调的金粉刷上的 但是金水虽然脱落了 造型还是挺有劲的 很饱满 关键问题是 它带的 带嘉靖年款 这就是说 是我们研究这类 铜器的一个标准器了 给您入围了 这是一位老首长 我原来在部队的时候 转移过后 他送给我的 我喜欢 在部队喜欢学法 这个礼物可不轻啊 当时当级委员嘛 舍舍很喜欢我 这是南京的已故大书法家 林散之先生 我们现在都称他为当代草盛啊 一件很有代表性的作品 是他七十年代写的一首毛主席诗词 写的行神兼具 是一件很好的作品 我觉得呢 值得您珍藏 更有老首长的这份情意在 谢谢您来到我们节目 是一件真剂 你这个东西啊 清粗的 我指的是他这块石头 这个石头呢 是寿山里边的芙蓉 就是这两个款呢 不一定珍 我大叫黄岗 收藏还好 感谢你们 不感谢 不感谢 你认为这是什么年代的呢 这个 看来根据是他的期训 对 还是相远朝的 虽然您感谢了我们 可是我们还不能不实话实说 景德镇的房品 什么时候房的 现在的 现在房的 现在的 比较是感谢的 不会超过十年 是不是 这个呢是个根钓 竹根钓 东西是新的 上面的颜色做旧的 因为你看起来好像老 你手垫一下 这个风量还重 为什么呢 竹根里边水风还没走掉 时间年风浅嘛 和你差不多身醉比你还轻 年质 这个小佛像 你看它背后有一个洞 这个应该是朝鲜佛像的特点 这个线条也比较软 这绿袖都是人做的 是个防皮 你看这是什么年代的 就不知道是什么 这时候很了远 它这个造型啊 和它的胎右各方面 我们认为它是东汉时期 制作的这种陶涌 东西是真的 造型漂亮 很生动 这在过去啊 美国拍卖 就一万多美金以上了 藏家的奖数 红楼一响 48万 男将打仗 女将送发 专家的点评 一拍上的说 我不建议您收藏这样的 保护真假 如何评判 今天听见专家这么说 自己心里有个底纳 就是这么大 100万 寻宝 走进黄岗 接下来更加精彩 好 我们又请下一位参与 陈学文先生 你好 陈先生 职业里面 填的叫私营企业 小老板 小老板 这带来的好东西啊 新疆厂的和调子 还有 资料 当年 这是我们老乡 在新疆当兵倒回来了 60年代 倒回来了 我收藏大概有10多年了 10多年了 之前这样专家鉴定过吗 没有 今天才拿来 从来没有 没有 好的 先生 这边有请 谢谢您听 合理点的石头吧 这个是买来的 对 你以为是什么呢 我不清楚 我感觉应该是个玉吧 这个呢 是块和田子料的清玉 和田子料 那么清玉呢 一般呢 以前是不大为人所重 因为人家呢 都看准了这个白玉 那么 清玉呢 往往颜色呢 不大热人喜爱 但是这个清玉啊 它这个密度啊 比白玉还要高 硬度 比白玉还要硬 那么你这块呢 应该是清玉里面 比较好的 是块子料清玉 而且是个 老坑清玉 所以这块东西呢 也值得收藏 尤其呢 这几年啊 玉文化 深入人心 所以这个东西呢 保持政治的潜力呢 还是比较大的 我们现在看见的是 海选现场的画面 大家是边等待 边交流 看这位大爷 西水县 白河的 就是维多家乡的 我的东西是在武汉收藏的 收藏了好多年 他们就到处跑了 这个东西 很没见过 我是第一次见的 这个时候 真的东西不会设下的 今天早上特地从我们家乡 湖北黄梅 就是黄梅系那个 展身的地方赶过来 赶过来 我这个带了一件的 这个清代的 轴黄领馆盒 这个是清代的那个官员啊 官员他不带个顶带花领 顶带花领 他把那个帽子放到那帽桶上面 花领呢 就放在这里 保持花领的卫生 就基本上这个东西 清代的东西 应该说是没问题的 我喜欢书画收藏 我包括青春夏 慈夏个都喜欢 这张画是什么时候买的 这是零七年代武汉买的 这是黄震的 好像是他的友人 纪念他画的一个画 后头是个提拔 就是说前头这张画呢 是黄胜所作 但是我想您应该知道 黄胜呢 是清朝乾隆时期 著名的扬州八怪之一 那么乾隆离我们有多少年了呢 大概 二百多年了 对吧 可是呢 您看您这张画 所用的这个卷 闪着这种光亮 都说明呢 它是现代的产品 就是它有画仙 这里边是一种画仙枝的卷 所以呢 这个不可能是乾隆时候的人 在上面画的画 那么您看这个东西怎么这么黄呢 这叫做旧 我们这行也叫做旧 从这个书画的风格上来看呢 它的水平比黄胜差得太远了 这张东西呢 就是咱们现在的一些工艺品画 在文物市场上啊 地摊上很多 是吧 我不建议您收藏这样的东西 我本身也是把它当个工艺品 是是是是 那就对了 家传的还是 不是家传的 我前年在 市场上讨来的 这个是竹黄的一个领馆河 竹黄的领馆河呢 在我们湖南少阳这个地方的 清代中期啊 是做领馆 做竹黄调最有名的地方 后来这里边的好多的工艺师啊 都给请到宫里边去 做竹黄调 那么你这个东西呢 竹黄看它的包浆啊 看它的上面的这个盖啊 显然是一个新的东西 然后上面的这个雕工呢 它就是用这个针啊 上面划出来的 和原来清代的这个领馆河也好 或者花勋河也好 差异很大 当代的一个防古工艺品 好吧 好 谢谢你的参与 还有七套 您这个套子是原配的吗 是原配的 这个什么时候买到的 这个是朋友托我过来帮忙 哦 这么回事 这件清风键 你认为它是什么时代的呀 听朋友告诉我是战国时期的 对 不错的 是战国的 战国的清风短键 但是这个地方的松石可能是厚欠的 比较少见的就是 你这个箭套 这种漆的箭套 里面是木壳 外面是包漆 而且上头画的云气纹 这种箭套很少见的 可能我们南方啊 这个水分比较充足 才能保存下来这种漆器 您的这件东西还是不错的 是个真品 好吗 好 谢谢你 我们有请下一位 藏友齐少川 齐老师 齐老师今天已经68岁了啊 带来的 这个东西 就几代人穿上来 几代人穿上来 好多 我看到这很多人不收 收 我想之前怎么买 最高出了多少钱 想收你这东西 他收就出30块钱 30块钱 对 哪一年的事 五六年 五六年了 很多人都没有收 您当时为什么不买 我不买 我说肯定是值钱的东西 我说这个怎么不想买 那您现在对你手中这个宝贝有什么样的期望 这个期望一下 好的 教授 跟我们专家好好聊聊 希望您心想制成啊 家里就传下来的吧 都传下来的 哪一代祖上结婚办起事的 都传下来的 主要是盖子丢了 这东西比较普通一些 属于晚清的 应该属于同治时期的 青花缠织联纹 又加双几字 这东西民间比较多 量比较大 价值不是很高 但是作为收藏来说 这是老东西 也可以收藏了 是一种民俗文物 小哥 实话实说 我刚才一直看监视器 那您看 您其实对他的预期挺高的 但是专家好像觉得 什么提前 那诚实地讲 现在要有人 出一个什么样的价格 您愿意出手 有什么 就东西线的话 2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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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要给这个价 有这个东西很古老板 那专家刚刚已经鉴定了 说他好像就是比较普通的东西 您现在给20万 普通的东西花 那这不当都是现在吗 但是 30块钱您可千万别卖 现在300 3000 我觉得你都要想一想 那20万高了点 现在下一次参加我们的节目 谢谢您 从什么地方得来的 交传的 抹抹金给我的 这个呢 是清代的一个班子 拥有这个班子的人呢 按照你这个翡翠的等级和率呢 应该是很有身份的 你这个翡翠呢 从造型上来说 是清代中后期的 因为它比较薄 尺寸也比较小 但是从它的品位来说呢 应该是比较高的 因为什么 你这个翠啊 绿好 而且是我们叫冰种 老坑冰种 里边水头很足 是一个比较好的东西 这是稍微小一点 这班子啊 存世并不太多 因为呢 清朝灭亡以后呢 大家不带这个东西了 多半把它改做界面了 对 您这个呢 能完整的保存下来 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 这个东西 在1994 95年的时候 我们上海有一家古玩店 就是这么大 100万 但是率比你多一点 好吧 谢谢 这个螺声音还是真好啊 这个螺是89年的时候 我到洪安去出塞 听到一个朋友介绍 说这个螺 曾经在黄马起义当中 敲响过 那这是一件革命文物啊 有一首诗嘛 小小黄安 真不简单 铜螺一响 48万 男将打仗 女将送发 这个铜螺响了以后 我们黄安 就是现在的红安 取了两百多位将军嘛 我们今天又听到了 几十年前的罗声啊 这个非常感谢您啊 这是很有革命意义的 对是吧 一件革命文物 谢谢专家 您认为是什么磁剂啊 我们这个资料在看的是蓝宋环药吧 宋代的 细形也是像宋代的 灌耳瓶吧 但是呢 这个东西从用啊 从胎啊 从开片看来啊 各方面都应该属于现代的黄瓶的 现在好像杭州那边有好多窑口 在仿这个宋房 萧山龙泉都在房 这只漂亮的南宋官窑的灌耳瓶也被鉴定为是赝品 而市场上实际上这样的赝品很多 我们如何来擦亮我们的眼睛去分辨它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个小片 南宋官窑 是宋高宗赵构在杭州建立政群后搭建的专门为皇家烧造瓷器的窑场 史料记载 南宋官窑先后有两处 先是修内斯官窑 器物因为子口体足而珍贵 后来又在交谈下设立官窑 但交谈下出品的器物已经不能跟修内斯官窑相比 目前北京故宫国务院保存的宋代官窑瓷器不足十件 流散在民间藏家手里的宋代官窑完整器更是少之又少 由于它的稀有和神秘 早在明清时期宫廷就开始仿制这类瓷器 而且价格不菲 2008年北京拍卖了一件名成化仿官窑从饰品 成交价为1960万元 同年拍卖的清雍正仿官窑穿戴品 市场成交价为1960万元 除宫廷仿制外 明清时期的民谣也仿制宋官窑瓷器 目前市场价位根据品项尺寸大小的不同 从几万元到十几万元不等 而目前市场上大量出现的现代仿品 价位一般在百元左右 个别精品也可以达到几千元 我们有请下一位藏友王宽 你好王宽 今天才35岁 但是对于收藏的这个认识很深呢 最大的感悟是 食股不穷 贪股不富 对对对 一个人喜欢古董就是喜欢 不能把它金钱看得太重 这个东西也要按 按 才有收到好的东西 这个铜六金的这个香薰 您是从乡下逃来的 对对对对 因为我看这个东西是个名仙楼的一个铜楼 它的特点就是工艺非常好 但是最大的缺点就是有残 有点残 花了七千多块钱 七千多块钱 好的 跟我们专家交流一下 好吧 好谢谢 来这边有请 这个鸟掉了 这个东西呢 是明末的 是我们上海附近的 叫松江 以前叫华庭 华庭府 华庭府的一个赞同的名手 叫胡文明 这个名气很大 名气很大的 它呢上面的纹呢 都是手工粘出来的 粘出来以后啊 就是在六金 它所做的一些小铜器呢 全是纹放容具 你这一件呢是它的真品 但是底下没款 没落款 上面都烂掉了 比较可惜 如果不烂掉的话 这件东西倒是很珍贵的 你看这个花都是凸起来 很有立体感 做工非常好 唯一的就是说 锈的太厉害了 最好找专家 来厨一厨绣 修复一下 这都是你家常的吗 是家常的 您家就是本地人吧 本地人 本地人 因为这个吕明谦呢 也是咱们黄港人 过去他这个叫广济县 广济县的一位名人 这个人呢 虽然没有全国性的声誉呢 但是在咱们湖本省 还是名头挺大的一位画家 他的特点呢 是擅长画这种 大血液的动物和人物 尤其呢 这种大鹰画的最有名 您看这个鹰呢 眼睛 炯炯有神 淋漓痛快 我觉得呢 是一张很好的画 长臂跟我讲 这三张画放在一起 是与民谦的那喜乐图 听着鹰呢 有这种可能 因为呢 都有吉祥的含义 鹰啊 这是鹰熊 攻击是一唱熊击天下白 这鹿啊 是葫芦兽的之鹿 所以呢 那这三张画呢 应该是当时很具有吉祥意义的 光绪十二年 距离现在已经一百多年了 难得保存的这么好 希望您继续保存下去 我想还请问一下 那个市场价值可以吧 还行 市场价值 因为尤其在咱们当地 这个属于咱们的香咸呢 这叫香咸 谢谢老师 他写了不少字 三杯嘴寻仙 这个东西是我父亲传给我的 我也查过资料 这是一个持周窑的 那个装酒的那个大坛子 你说的很对 这都确实是个酒坛子 我们所见到的这种东西啊 很多都会写诗句的 都和酒有关系 你这个还是康熙二年的 确实是个酒坛子 而且存量比较大 比较多件 值得保存 很有文化的酒坛子 前十几年突然涌现 过去市场上就三百块五百块 后来一两千 现在这么大的也得万百块了 今天听见专家这么说 自己心里有个底呢 好 东山禅寺 还是什么 银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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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唐碗 银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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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是个老的 但是这个银碗 是后家银碗 是机器刻出来的 你看这个线条这么规整 也没有刀铂 我觉得挺好的东西 有点话说添足 就是 东山禅寺就是我们这里的寺院 对吧 对 说到东山禅寺 我们就要花一点时间 要仔细讲一讲 黄刚和佛教禅宗文化的渊源了 禅宗在中国的历史 大概有两千多年 它是佛教文化与中国文化结合的产物 东山禅寺 位于黄港市黄梅县城北的东山 始建于唐永辉五年 是中国禅宗第五代祖师 宏远的道场 也是六祖会能得法 受衣钵之圣地 被誉赐为天下祖庭 也就是说 这里是禅宗的发源地 经过千余年的传播 禅宗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传 深深扎根于民众之中 传四千古 好 我们有请下一位藏友 陈岳桥先生 您好 陈先生 带来一个非常漂亮的森茂湖 给大家想想这个宝贝的来历 花钱买的 花了多少钱呢 差不多七八千吧 七八千 想跟专家聊些什么 建立一下到底是什么钱的 能值多少钱 能收到不能收到就办了 实在人啊 好 跟我们专家好好聊一聊 好不好 来 这边有请 东西也漂亮 这东西怎么得到的呢 我开古玩店 设藏的 你认为它什么石头的 那就搞不清楚 反正是老的吧 有人说藏的 有人说明的 搞不清楚 对 我们看这个气型啊 应该是明代的 明代的 明代的 这个叫森茂湖 森茂湖 这个柚子呢 属于明代早期的 甜白柚 甜白柚 而且明显它有结痕 就有明代的制作特点 这个圈竹呢 也是明代的 一种宽的 一种宽厚圈竹 可惜有点冲 冲线 对啊 缺线就是没有暗花 没有暗刻花 没有款 但年代是够了 明代早期的 谢谢专家 陈先生 恭喜你啊 七八千块钱 收了一个明早期的 你干嘛没有告诉我们专家 您是七八千收的 那我不好讲 他就是甜白 要明早期的 其实您是 就本来就是做古玩的 是吧 那这样的东西 在您店里 算是一个什么档子呢 增档子吧 专家给你这样的一个肯定 你觉得他的现在的市场价格 应该是多少 现在那起码有两三万了 应该两三万了 应该恭喜你了 谢谢 好 谢谢您参加我们的节目 来 陈先生 这边休息一下 这个是家传的 家传的 家传的 传了多久了 传到我们手上 好像有几代了 几代了 自己几代 我怎么记不起呢 这件呢 应该是清代晚吃 一个盘镜秀 这个盘镜秀呢 还是比较好的一个盘镜秀 它这个金丝啊 很细 密度很高 而且呢 上面是薄谷 在这样的一个图案 和清代后期的一种 书画上的图案 想适应的 所以你这个秀呢 也带有一些文能器 好好收藏吧 小伙子 你这是一套四扇瓶啊 是吧 对对对 作者是姚家谷 应该是清末的晋士 祖传的 祖传的 行 我们从这个 纸墨的老化程度 还有它的时代风格上来说呢 我同意您的看法 这是晚清的呢 一位文人的作品 具有收藏价值 好的 不错 你看这个作的衣文呢 非常的流畅 木胎 上面加漆 这是蓝色的罗发 一看就是南方做工 和北方的那个佛像风格不一样 这个题材应该是阿弥陀佛 也叫街影陀 清代中期的 好 请坐 这在农村搜的 村搜的 一年前搜的 应该一队 旧墩子 那叫古墩 池子 这个上面的粉彩 那彩绘是黄地儿 下面加粉彩彩绘 画的是川花笼 从这个彩啊 各方面应该符合清代晚期 光细时候的特点 出于光细时期一个 民谣里面一个精品了 这个东西是象牙的 而且是一个比较好的一块东西 雕工也好 取材也好 你看这个象牙 要取到这么厚的 那个直径的话 这个象牙要多大 那么这个东西呢 应该清代初期的 那么到现在为止 三百年以上 我们先恭喜你落尾 谢谢 依然赤壁在黄州 古有人有 今有人有 刚才的节目中间 我们已经见证了 候选的12件 黄岗民间国宝的产生 不过你一定会说 我没有看权啊 当然不会让你看权了 因为这是我们 下一节节目的内容 在下一节节目中间 12件候选的 民间国宝将展开竞争 更重要的是 我们将就这12件宝贝的 市场价值和投资前景 展开辩论 所以千万不要错过 下周同一时间 欢迎收看 寻宝 走进黄岗 瑞智的争辩 下周请继续关注 CCTV大型电视活动 寻宝 走进黄岗